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毕竟公主是他们唯一的主子 另一意是空 白真开心地跟哲言一起吃了晚餐 又听了他酿酒和改造深山的细节 无比赞许佩服 哲言 你真厉害 什么都懂 你是在家里什么事都顺顺利利地惯了 如果你也从小和我们一样 你或许比我更懂这个 在我心里你是最聪明的了 即便是我自己身临起敬 也一定比不过你 你此次出来没有带人吗 我打发他们回去了 跟着我啰啰色色的麻烦 你这样的出身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 你倒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乐得清闲 家里家庭丫鬟们给志悦准备了一桌子吃的 志悦还在期待着白真能回来 志悦小姐 你先吃吧 少爷今晚他是不会回来了 他经常这样夜不归宿吗 倒是不会 只是少爷最近认识了一些朋友 所以经常会去看他们 是做什么的 经商的还是开店的 不是 好像是一些穷人 久居深深的那种 白真真是个好人 出身名门却没有半分世俗俗气 交朋友也只看志同道和不问出身 看来我爹果然没有看错人 老爷早有交代 让我们一定要照顾好志悦小姐您 说是让少爷多和您接触呢 白真这次夜不归宿的事你们得保密 可不能让他挨骂 知道吗 是 知道了志悦小姐 您放心吧 志悦满意的点了点头上了桌 桌上摆满了各种好吃的 好了不等了 吃饭 饿死了 志悦性格活泼 大家都很喜欢他 而且他和白真一样 没有什么脾气 平易近人 偏足 四锦几次去找志悦都没有看见人 只好去问乐虚 乐虚想到平日里志悦最喜欢何一华来往 就来了一篮芳华找夜华 今日我不是为你的事 我是想问你知不知道志悦最近去哪儿了 夜华沉默片刻 坐一行礼 志悦去凡界历解了 此时孩儿之情 请母亲不要动怒 杜劫 何处杜劫 与哲言上神一处 你送他去了白真那儿 荒唐 荒唐 夜华你还嫌事情不够大吗 白真和哲言就已经激怒了天津了 你还让志悦去人界掺和 你是怎么想的 最近你形势真是越来越不合常理了 到底你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要答应志悦这样荒唐的要求 母亲 孩儿只是觉得 志悦对白真是真心的 我不想剥夺他爱别人的权利 乐虚也沉默了 夜华这话 是说给时听的 难道他恢复记忆了吗 他该不会是想起了素素了吧 若是他真的记起了素素 本人不会再与素景如此和睦 一定是自己想多了 另一处 素景宫中 分开树叶 素景终于可以再见到阿里了 二人都很激动 素景蹲下拥抱阿里 阿里乖巧的抱着他 公文们也很感动 快 去拿小天孙爱吃的东西来 阿里 你还想吃什么吗 娘亲去给你拿 不用了 谢谢娘亲 素景牵着阿里的手去了院子里 那儿有阿里喜欢的小金鱼 已经养大了许多了 还是连送送的鱼苗 阿里你看 你养的小金鱼长大了许多呢 怎么了阿里 你不舒服吗 娘亲 阿里错了 上一次阿里伤人了 父亲很生气 这些日子以来 阿里一直都在为了自己伤害了四婴的事 而自责内疚 如果不是为了救父亲 他绝不会伤人的 阿里 那件事已经过去了 而且上次你是为了要救娘亲 如果一定要有人自责 也该是娘亲才对 你不爱娘亲了吗 不是的 阿里最爱娘亲了 阿里只是觉得很自责 很担心那位上神 素景心里也开始矛盾了 当初叶华就忘不了诉诉 现在阿里又对旁人不忍 他们俩中就没有一个是不问对错向着她的 阿里 娘亲告诉你一个故事 但是你不能告诉父亲 这就当作是你和娘亲之间的秘密 好不好 你跟我来 素景牵着阿里进了小花园的院子里 在门边是了姐姐 阿里你知道吗 原本娘亲和你父亲感情是很好的 可是当年 你的父亲去青秋与湖地见面 商盘四海八荒和平共处的大事 那个时候你还刚出生 娘亲只能在家里照顾你 那次你的父亲去了有整整一年 阿里耐心地听着素景的话 素景一边回忆一边伤情地和她说着 胡帝 今日我退一灯门拜访 与你商谈青秋麾下的和平问题 如今四海八荒尚且还有动论 天君也是分身乏术 不知胡帝有什么良策 太子费心了 此时我早已有所打算 青秋下来都是配合天公 子子自然也不例外 不过 我们已经不求回报的接济天公数百年 你也该明白 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要真正联手 除非我们成为一家人 没错 我爹的意思就是我们整个青秋的意思 你与我妹妹百浅年龄相仿 又都是四海八荒受人敬仰的神 若是你们能成婚 让我妹妹做你的正妃 我们便就是一家人了 胡帝 此时夜华不能答应你 你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你觉得我的女儿 青秋未来的女君 还配不上你吗 胡帝你误会了 并非夜华自视过高 只是家中已有妻儿 夜华深爱她们 不能再娶妻了 原来如此 这有何难 你只需要修妻便可 不错不错 我妹妹如今也不知道你已有妻事 你修妻吧 夜华与妻子宿锦 从小乡时青梅竹马 夜华不能为了任何人辜负她 太子殿下果然有情有义 这正是我所想要的女婿 无妨 即使你不愿秀妻 我也不勉强 便让小五也嫁离你 与你家里的妻子平起平坐 如何 沉默半赏 夜华起身做衣 多谢胡帝好意 恕夜华不识抬去 夜华不能再娶妻 此生唯有宿锦一人 荒唐 区区宿锦足就不 如何与我诺大的青秋相提并论 今日你为了宿锦 要让我青秋延年无存在 他日便不要怪我与你为敌 米谷 宋克 是 胡帝 现实中 后来 女父君终于回来 却也已经是一年之后了 他在青秋饱受折磨 被胡帝暗算关进了地牢 可是凭着他对我们的爱 他终究没有屈服 可是白浅姑姑几次都救了孩儿 若是他真心怨恨我们 为何不索性见死不救 让孩儿命丧皇权呢 这就是青秋的可怕之处了 青秋一族是狐狸 狐狸下来诡计多端 那白浅见你父君对我用情极深 心里明白你父君绝不会娶他 因此他才预回来对你好 想要笼络你的信任 让娘亲没有外患 可是什么 阿黎 难道你连娘亲的话也不信了 娘亲您别难过 阿黎没有怀疑您 好孩子 娘亲就知道 你是整个九重天最爱我的人了 那 那为丝音上神呢 丝音就更加可恶了 比起白浅他简直有过之无不及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您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